小龙虾有寄生虫吗? 虽然现在简易消毒条件不断提高,但还是有一些寄生虫或虫卵藏在小龙虾体内,因此在烹饪时一定要让小龙虾充分熟透,否则人体就会感染寄生虫。 小龙虾的食性很杂,除植物结杆和水草外,还以死掉的鱼类或同类的尸体为食,由于其有吃腐尸的习惯,它们的身体中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有毒物质。 一些商贩捕捞野生环境下生长的小龙虾,不经过检疫运到市场低价出售,还有一些商贩故意向养殖池中投为不干净的饲料,甚至将被污染的水糖泥沼作为养殖地。 小龙虾生活的水域中充斥大量的富有生物,无论人工养殖还是野生的,小龙虾都是寄生虫的宿主。